交易局于9月3日接获家长反应 本市南屯某私立幼儿园教宝服务人员 疑似于9月2日不当对待幼生 全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 并要求行为人暂时停止今后调查 交易局再次重申 幼儿园应营造关爱、健康及安全的学习环境 教宝服务人员也应该以温暖正向的态度管教幼儿 将持续督导幼儿园确实维护幼儿安全 以提供友善教宝环境